由天津市足协组织的一带一路交流学习活动昨天在塞尔维亚正式启动 在为七周的时间里,天津清训的小球员和教练员将深入学习塞尔维亚青少年足球培训的先进理念和训练方法 20多个小时的路程周折并没有影响天津足球小将们在塞尔维亚的训练进度 简单的修整过后,19名小球员在塞尔维亚的首堂训练课在科维勒沃基地展开 由于后续一周的时间,天津足协清训中心的小球员将分别与塞尔维亚当地的五支球队展开热身赛较量 因此,首堂训练课也主要以调整为主,让小球员们适应贝尔格莱德的环境是首要人物 而在组织方的精心安排下,几名贝尔格莱德当地青少年俱乐部球员的加入 也让天津足协清训中心代表队的训练氛围进一步活跃起来 这是我们在塞尔维亚第一堂训练课,然后跟这些大哥哥他们一起踢球 我们感觉很开心,很快乐,然后我们会尽快向他们学习 和中国的小伙伴们一起训练,给大家进行示范,我觉得这十分有趣 他们的技术水平非常不错,虽然我们语言有所差异 但是在完成教练的技术要求上,我们大家都能够非常迅速地融入到一起 我们几个比他们要大一些,但是在完成动作上,他们照样还是展现出了全力以赴态度 小球员的训练有序开始,七名教练员在贝尔格莱德的学习也全面展开 一周的时间,欧足联职业级教练将结合相关的青少年训练实践、运动员心理调整 以及临场实战分析,同来自京城的足球教练展开技术交流和沟通 在塞尔维亚、卡塔尔、斯洛文亚等地 有过多年执教经历和丰富履历的马蒂奇·斯拉科夫 便是教练培训课程的主讲人之一 作为传奇教练米卢的得意高徒,马蒂奇·斯拉科夫对于中国足球同样有着不少了解 丰富详尽的掩饰,生情并茂的传递 马蒂奇·斯拉科夫也希望将自己对足球,特别是青少年足球的理解 同来自中国的同行们进行分享 很高兴能和来自中国、来自天津的教练员和小球员们进行足球方面的交流 不远万里来到塞尔维亚,让我也感受到天津的这群孩子和教练们想要提高足球水平的决心 足球是塞尔维亚最重要的一张名片 所以我们也希望利用这段时间与天津的教练和小球员们一起交流提高 天使体育记者新华水发自贝尔格莱德的报道